國父紀念館南側的小便斗 最近被踢爆說 壞了長達半年都沒有修啊 傳到了行政院長江一化 耳朵裡面大火大了 要求文化部懲處失職人員 藍綠立委呢 忍不住就酸了江一化說 哎呦這個日理萬機的院長 還能夠管到如此小事 倒是國父紀念館館長呢 火速被寄了一支申戒 成為史上第一位 因為小便斗而遭到懲處的公務人員 小便斗前貼著斗大的故障 兩個字 台灣熱門經典國父紀念館 裡頭的南側 這馬桶一壞就壞了半年 事情傳到了行政院長江一化耳裡 可惹毛了他 行政院院長現在大事不管 只管小事 而且他的震怒就為了一個小便斗 行政院的院長 他管的事物太多了 那我相信關心是絕對會 南綠立委酸溜溜 因為馬桶壞了 行政院長江一化竟然震怒 打電話給文化部長龍應台 要求嚴懲失職人員 發言人 智利文轉述 院長對這種漫不經心的行政效率 根本無法接受 我相信江院長也是重視這種 看不見的地方 其實他透露了很多訊息 那個院長生機不是這個院長生機 所以我不懂 委員院長的高度 需不需要管這麼小的事 王津平刻意不置可否 當時國父紀念館館長王福林 受到上級關切自情處分 吞了一隻身艦 意外成為第一個 因為小便斗需休半年 而被懲見的公務人員 記者綜合報導 共產生機構的實習人員